Hello大家好,我是明威 小龙虾怎么处理才干净 今天我们就分享小龙虾的正确处理方法 5秒一只简单干净又快速 我朋友说这估计是他吃过最干净的小龙虾了 首先我们购买小龙虾的时候尽量选择清水虾 为这样的小龙虾不仅干净吃着味道也会更好 看,我还没有清洗每一只都是白白的肚皮 上个视频有很多的朋友说想要知道怎么样辨别龙虾的公母 先从外观上来说 是不是一目了然公的威武雄壮 这一只就是公的了公的他的钳子仓劲有力 让的虾壳后比较压衬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一眼辨别 就是把小龙虾翻过来后 你看他的四排腿下面他的中间还有两对小脚 他的小脚像剪刀一样这样的就是公虾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只 你看他就没有了两对小脚这样的就是母虾 两边这样软软的是用来到时候抱软用的 银子也特别的小壳也比较薄 是不是特别的好辨别呢 首先第一点小龙虾买回家一定要先用刷子给他刷洗刷洗 你干净的小龙虾处理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他的眼睛下面剪刀斜斜的往里面一剪不要剪断 然后再往外一拔 你看整个虾脑虾味就在里面都是黑丘丘的 再用剪刀轻轻的剪掉他的嘴巴里面有泥沙 第二步就是揪掉他的尾巴里面是虾线 他说揪掉虾线虾肉就会松散按照我的方法来做绝对不会的 第三步用剪刀在他的永足处轻轻的剪一下 揪住他所有的脚往后一拽 让所有的虾塞就下来了 塞死他的孤立系统也是非常的脏 看这样简单几步一只干净完整的虾就处理完成了 这样处理小龙虾特别的快五秒左右就可以处理好一只 小龙虾处理完后的这些渣渣一定要及时处理掉要不然容易发臭 有朋友说去掉虾线的小龙虾肉质是松散的不Q弹 像这样处理好的小龙虾控干水分就要及时过油一下 不要现在处理好了到晚上再吃 那样就成了十只虾了不会Q弹 放水里清洗一遍之后再用流动的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按我们这样处理好的小龙虾滋滋干净又带有虾黄 今天我们来做一份泡椒小龙虾 先来准备适量的泡椒 再把泡椒切小 用泡椒来做小龙虾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准备一些香芹洗净去除筋糯切成小段 再准备一些大蒜生姜 我们把油温烧至180度左右 以至下落筷子会立即出现小泡泡 高油温快速倒落小龙虾 小龙虾遇到高温会迅速收缩 这样可以让肉质更加紧实 同时高油温可以很好地给小龙虾杀菌 有朋友说舍不得油 其实我们可以锅里少放一些油分批次 放到小龙虾这样就完美的解决了 而且炸小龙虾的油 后面我们可以继续炸上个两三次 约炸两分钟就可以把小龙虾捞出 像这样把小龙虾捞完后油不要及时倒出 这个时候里面的温度还较低 里面还含有水分 我们把它烧至150度熬干里面的水分 这样处理过的油半个月到一个月都不会坏掉 下一次就可以继续炸小龙虾 锅里底油下落一勺豆瓣酱 先把豆瓣酱炒香炒出红油 再下入姜蒜末继续炒香 炒好后就可以下入我们的泡椒 继续炒出泡椒的香味 炒好就可以倒入我们的小龙虾了 把小龙虾和所有的调料都混合均匀 我每一次做小龙虾 我朋友都说堪秤一绝特别的好吃 翻匀后就可以加入一瓶八二连的啤酒 啤酒不够水来臭 调味加盐 鸡粉 一点点的白醋 把调料把它均匀 盖上盖子大火十分钟 时间到小龙虾喷香喷香的 出锅前放入香芹段 我这里隔着屏幕都已经闻到香味了 只需要翻卖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夏天有三宝 啤酒 龙虾和烧烤 你一盘 我一盘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做的小龙虾 真的是超级的干净 剥开再来检验一下看看肉质够不够Q弹 鱼与肉都是自动分离的 看看一丁点都不会松散哦 这样做好的小龙虾 保你滋滋肥美一丁点都不会松散 赶快安排起来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 有更多美食等你来发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